中国去年至少830万人离婚 有三种情况让民政局员工看了多恶心 过去夫妻离婚都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所以尽管彼此之间有再多的不开心 再多的不快都会尽可能的过一辈子 但现在社会大家思想都已经开放 这会变成了一件很普遍的事 但是处理这些离婚案件的民政局员工 虽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碰到接下来的三种情况 还是觉得非常恶心和厌烦 一 婚姻背叛 有些夫妻因为结婚很多年 彼此感情也没有过去那么甜蜜 甚至到后来都会厌版彼此 到了那种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所以有些男人和女人在外面就有了心意的对象 但是有些人是能够忍住 有自己的家庭观念 但有些人就会因为自己的鬼迷心窍 对家庭婚姻背叛 这种人说起来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离婚这一步也是他们必走的一步 二 财产关系 过去有些家庭刚结婚 家里并不是那么富裕 但是找他们说还是过得很开心 但是自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财产纠纷就越来越复杂 不得已只能走到离婚这一步 有时候在民政局离婚的时候 也会因为财产吵得不可分交 彼此都觉得财产分割得不太公平 有时候看着曾经相亲下爱的一家人 却因为这些身外子物 而吵得家破人亡 而让人唏嘘不已 三 婆媳关系 有些小夫妻的感情其实挺好的 但是总是因为有了妈妈 婆婆这些人的介入 导致两个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女方哭哭啼啼 指责男方只在户自己和她的老娘 男方只能生气也不说话 有些妈宝男就更加过分 什么事都听妈妈的 导致夫妻的感情变差 走到离婚这一步 谈恋爱容易 但是婚姻却很难 夫妻要进一段婚姻 就有足够大的包容心和能耐力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所以告诫现在所有的夫妻 且心且增心